你借用市场这段时间的变化之大 其实会让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我觉得会蛮有机会 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空间 上边有这个QR Code 可以免费加入到我们这个标股基因的这个赖群 那除了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市场的赢家观点之外 我们这里面也有这个亲切的客服 可以回答你关于我们商品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那另外里面也有专业的助教 我看昨天好多的同学 这两天的行情波都很大 然后很多的同学都在问 这档股票怎么样 那档股票怎么样 我们的专业的助教还蛮热心的 在晚上10点11点多还在回答大家 真的是学习这条路上 真的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有看到这么多的同学 可以一起的去这学习的路上迈进 好那除此之外 最近庆隆也还蛮开心的 因为庆隆的这本新书 就是超简单买低卖高投资数 其实真的还蛮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 那现在已经农登了 伯克莱新书排行榜的第四名 哇真的很棒 那第一名是我们现在的 全球首富的这个传记 那第五名是以前美国首富的 这个洛克菲勒的这个 写给儿子的这38红信 跟大家报告一件事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这本书啊 其实你把它翻到最后一页啊 最后一位这个是版权页 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页的最下面啊 这个地方啊 其实有一个有点类似那种 刮刮乐的一个设计啦 那这刮刮乐的设计 其实就是我们提供给我们这个 购买这个买低卖高这本书的同学 一个加值的一个服务啦 那这个提供了一个可以免费使用 标股基因APP的一个开通的序号 我们开通之后可以免费使用两周 就相当于14天的时间 那同学就可以立即的享受开通 我们这个建议认为是现在目前市场 真的非常强大的一款 这个不管是财报分析 还是筹码分析的一款 这个APP的这个内容 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啊 或者是你在你的这个书后面啊 没有看到这个序号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 这个02-2702-9139转 分级174 那我们这个客服也会给你一个 开通的序号 那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个 标股基因APP的这个专属的 这个客服的line 那这个line就是小老鼠SmartAPP 这个还蛮好记得 近期龙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啊 有一则新闻啊 有点点亮了我的一个注意啦 就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我也想蛮想要去了解 他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样 那有一位被誉为是末日预言家的这个赫斯曼啊 他在最近啊提出了一个警告 那这个赫斯曼是谁呢 他曾经省准的预测2000年跟2008年的时候的股市的崩盘 那这一位曾经省准预测2000年跟2008年股市崩盘的这位末日预言家 他最近又发出了一些警告啦 他说美股啊 他认为美股现在目前严重过高 那S&P的500可能会暴跌63% 所以要投资人要系好安全带 如果美股跌63% 那台股跟美股的相关系数是高度的正相关吗 美股跌台股很难独散其身 所以如果真的如这一位末日预言家所讲的话 那这个投资人真的不仅要系好安全带 甚至还要带好钢盔 因为我们去面对接下来金融市场比较大的波动 那当然这位末日预言家他一定有他支持的理由啦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道理 那他支持的理由最主要是这个啦 就是他认为现在目前的股票跟债券之间的预期的回报率的差距啊 处于目前世上最糟糕的水准 那这句话啊 其实他是可以用一张图表来显示出来的 那用哪一张图表呢 就是这一张 那这张图表啊 其实是从2000年到2023年 就是S&P500跟美国30年期供债殖利率的一个走势图 那红色的这个曲线呢 是美国的30年期供债收益率 那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呢 是美国股市S&P500的盈余的收益率 那至于这个黄色这个曲线呢 这个黄色的曲线是S&P500盈余收益率减掉美国30年空债收益率的部分 那过去我们有去长期的去观察啦 现在现在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曲线呢 其实美国30年期供债收益率已经飙高到5.01%了 但是S&P500的盈余收益率目前只有4.15% 所以换言之这个4.15%减掉5.01 就会出现一个负值 这个负值叫负的0.86 这个负的0.86 那当出现负的0.86啊 变成这个负这个黄色的曲线啊 掉到零轴之下呈现负值的时候啊 好像就历史的经验来讲都会有些不好的事发生哦 我们看到这个0轴把它对过来对过来 其实从2010年以来从来都没有掉到0轴之下 然后往前推上一次掉到0轴之下 大概在落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黄色的曲线一度往下降 降下来就掉到0轴之下 掉到0轴之下那时候是2007年啊 然后大家知道没隔多久 一年后发生了金融海啸 雷曼兄弟的一个倒闭的一个风潮 那另外这条黄色的曲线 再往前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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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也在零轴之上 但是在之前有一段时间 在都在落在零轴之下 发生在2001年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这个在黄色的曲线 也掉到零轴之下 那时候伴随的全世界是刚好发生了 美国的网络泡沫的事件 所以最近这个黄色的曲线掉到零轴之下 这是应该说从2009年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末日的预言家 他认为这个美股会暴跌 那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他看到了这个股票跟债券之间的预期的回报率的差距 处于一个史上非常糟糕的一个水准 那这个从这个内容来看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为什么刚才说的这个黄色的曲线 掉到这个零轴之下 那会对股票市场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理解的一个数学题 跟选择题 这个其实没有很复杂的学问 他单单纯粹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题 跟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题 那举一来说好了 那这个我们单单纯粹 从直立率的角度 刚才上面那张图级就是直立率的表现 美国的30年期公债直立率的一个表现 那目前30年公债直立率已经来到5%的水准了 那大家知道其实美国的公债 其实会被誉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资产 我们甚至在学投资人 都会把美国公债视为是无风险资产 因为美国政府不会倒闭 美国政府不会赖账 所以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公债 被视为是无风险资产 那如果今天投资美国公债 这个全世界最安全的无风险资产 它的直立率都有5%的话 那台股投资啊 因为台股投资属于有风险资产 那台股现在目前在9月份的平均的直立率啊 大概是落在3.7% 所以投资台股的平均值率只有3.7% 投资美国公债有5% 那这5%减掉3.7% 这个相减这个差了1.3的这个差距啊 其实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股票市场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动荡 是因为它会牵动可能国际的资金出现 所谓的卖股卖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变动 所以刚才上面这张图就是 当这个公债的直立率啊 超过了这个S&P500的这个收益率的时候啊 就表示你光投资无风险资产的公债都有5% 投资有风险的S&P500只有4% 那个这样相减出现的负值那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全球的资金出现 卖股买债的一个资金的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很简单的选择题嘛 所以也没什么好太复杂的学问在这里面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投资人要怎么去因应接下来行情的变动呢 那有几个方法嘛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你投资 就是股市的部分啊 你的直率就不能要求平均水准了 不能只有3.7% 至少要7%以上嘛 大家应该最近有注意到 倩永老师关注的一些股票啊 其实我都会去强调它直率要有7%以上 就是你要在7%以上 那你的这个收益率 你才会高过整个目前的这个公债的这个直率嘛 那当然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较大的超额率的空间 那除此之外 高值率率的背后啊 像7%高值率的背后 通常都代表它的股价在相对的股底跟低档 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去做布局的话 你比较有机会进可攻退可守 什么叫进可攻退可守呢 就是当股价不涨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就零股利 然后当股价上涨的时候 再来赚价差 那这个零股利因为有很好的现金收益去保护嘛 所以我觉得是现阶段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啦 这也是庆荣从9月份以来所定调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叫做淡淡台股天 存股等变天 那就是投资高值率的股票 那基本上就可以帮助你有比较有耐心 可以去面对行情的一些波动的 那这个是从这个目前的观察来看啦 那当然有同学会问嘛 如果现在的市场的资金是卖股要买债啊 那为什么现在买债券的ETF的人啊 都赔得一头拉苦 那这买债券ETF的人该怎么办呢 基本上其实也很多人最近问我这个问题嘛 像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 有主持人问我说买ETF 尤其是美债的ETF的投资人 该怎么办 那要怎么如何的逆转胜 那庆隆认为其实有两个方法啦 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 将投资的眼光放远到2025年以后 这个用时间去换取未来逆转胜的空间啊 那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 就是 现在因为整个联组会升息到一定的一个利率的高水准嘛 那目前看起来 虽然市场预期啊大概在2024年的时候 联组会有可能会降息 但是最近联组会的一些官员的发言 好像想要维持一个更长的时间 那换言之如果要维持一个更长的时间 它这个降息的时间可能会延后 延后到2026甚至2027 那不管怎么样啊 它即使延后降息 但是它也不会改变它长期将利率水准压低的一个目标 那长期的利率水准是多少 那这张是联组会18位成员的这个利率的决策的点证图 那这个每一个点都代表一个成员 他们认为该有的利率的一个水准 那当然在2023年的时候 大多数的成员都认为 美国联组会的利率要位在5%以上 那当然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成员开始支持 就是年底前要降息 但是企组要看的不是2024年 而是要告诉这些持有债券ETF的投资人 你要看的是这个长期 这个长期啊 这个长期可能不是2020 这长期不是2025 可能是2026以后 那我们看到这个长期的这个点证图 大多数的成员都认为应该会 要降到3%以下 换言之现在在5% 那以后要降到3% 这个以后是指长期哦 可能是两年三年后的长期的目标 要将利率降到3%以下 那一旦能利率降到3%以下之后 那你持有的这个债券的ETF 就有机会出现逆转胜的机会了 因为债券的价格跟利率是呈现悄悄板嘛 当债券的这个联组会的利率开始降息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就开始走升 那这个就会是一个呈现明显的悄悄板的效益 那当然现在债券利率都维持一段很长时间不动 所以再加上最近有一群债券的义和团 在拼命的卖债券 所以导致了这一个月 应该很多持有债券ETF的投资人 其实应该可以感受到账面上的一些亏损 那面对账面的亏损怎么办呢 我觉得十字真言 十字真言叫做 手中有债券 心中无股价 再讲一次后 手中有债券 心中无股价 就是不用太去理会这个股价每天的波动 你就好好欢欢喜喜的去每季去领你买的债券ETF 配给你的这些债券 你就欢欢喜喜的去领债券就好了 然后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我觉得也提供给目前有持有债券ETF的投资人的一个参考 那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嘛 就是把投资的眼光放远 那另外一个就等到这个月KD指标出现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 加码摊平 那目前我观察到很多的一些债券的ETF的月KD 都开始出现了往下坠了 那往下坠的过程中 你应该让你会有机会啦 可以让你在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 可以加码摊平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这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可以等 可以缩短多头等待的时间 而且你不知道 因为他月KD要在低档黄金交叉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要慢慢的去这个去经历嘛 对啊OK 好我举例好了 举例现在目前这个债券ETF的受益人数最多的这一档 这个00679B原大美在20年 然后近期的走势还是加速的在破底中 然后刚才契隆所讲那个月KD指标的低档黄金交叉 你要怎么看呢 其实你就点到月 然后把这边选到KD 然后红色的是月KD 红色的是月K 蓝色的是月D 然后最近月KD又出现了死亡交叉 那先前有曾经出现黄金交叉 然后不过没有多久之后 他又在持续的往比较负面的一个股价的发展 所以现在月KD指标又出现了死亡交叉 所以你要再一次的这个加码摊平 你可以等到这个月KD指标出现了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 就像去年这个地方出现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再来进入 那或许可以帮助你可以尽快的达到这个逆转升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是目前投资这个债券ETF 大家下所关心的一个议题 好很快速的讲完 现在目前行情的一些状况 那如果同学对于这个我们的标股节APP有兴趣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那庆龙也非常诚挚的先邀请你 可以先扫描这个QR Code 先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免费的这个LINE群 那我们除了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市场赢家的观点之外 那里面我们有亲切的客服 可以回答你一些产品上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另外里面有专业的助教跟热心的学长姐 可以帮助你在投资的路上不再孤军奋战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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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